跟大家分享的是新版本的五目虚拟摄本可以怎么样来使用 其实早在去年它就已经有推出新的版本 但是在刚推出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它需要改善 而且旧版本也可以融入使用 直到最近更新之后它已经把旧版本正式下降 虽然还是可以直接下载档案 但是网页已经移除了 而且新版本它现在功能也越来越完整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虚拟摄本这个软体和民众服务 它其实是由Evernote创办的 它在2020年的时候在疫情期间 它发现大家自讯会议的这种方式都非常的雷同 而且也很没有效益 所以它就开发了这样一个很特殊的虚拟摄本的工具 让大家不只是线上开会或是录制教训影片 都可以比较有趣 都可以使用进阶版一年 那你只需要直接透过下面这个连结就可以申请 那如果您是参与会议的话 基本上没有需要登录就可以使用这个会议的功能 也可以测试发很多的这些包括影片的具备 插入共享的萤幕媒体文字相机 这些都没有问题 对账号的话呢 它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简报 自己的会议还有录制影片 而且呢你有更多就是它官方的这些背景图 甚至你也可以上传自己的背景图 背景的影片 只是呢它每次线上会议的时间最长就是40分钟 那每次最多官方是写5个人参与会议 但是实际上我测试应该最大最大可以达到15位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可能就是您也可以自己实际测试看看 再来就是它每个月最多就是会出5段录影的影片 但是每一段影片没有录影的时间限制 这样其实在我们使用上就相当方便了 新版本的特色 首先其实它新版本其实就是以当时的网页版来做基础 进行改版 但是它现在呢改版之后 其实电脑的安装版本跟网页版本 基本上已经都是完全相同 只有一点点小的差异 我们在文章的后面会有跟大家介绍 所以呢你会用电脑版 网页版自然就会 会用的网页版 电脑版自然也没有问题 首先当然它跟之前一样 就是有比较吸睛的这种简报呈现的效果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像我们在这边你可以发现呢 它右手边这里就可以设定 我们整个影像具备的几种不同的方式 好那它有一些特效 还有背景图可以选择 再来你可以发现 它跟我们一般的ROOM Google Meet Teams可以整合 也可以怎么样 直接在文章中发行小型的会议 它的画面呢就会像你下面这样看到 每个参与会议的同仁呢 都可以把它大头自由的选择 移动放在画面上的任意位置上 有创意的背景 来设计像这样 比如说我们来挑选大家比较适合的日期 或者你觉得这个 你比较倾向哪一个方案 ABCD 或是你要点茶 还是要点咖啡 你现在在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卫视 类似像这样子 大家都可以线上票捲 或做意见的表达 那这个呢 都跟我们传统 比较自视的线上会议 有很大的不同 接着呢 它本身也有很简单 容易上手的这个影片的录影 和影片编辑的工具 甚至它还可以自动生成字幕 当然这个生成字幕的部分 可能就以中文来讲 口语化的还可以 但是呢 有这种专有名词 或中音夹杂的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用AI 它的准确率会比较高一些 你看只要按下这个就可以录制了 那录制完成之后呢 它会有像这样的画面 有一个影片编辑器 你可以很简单的 依据你录影的这个简报图片 自由的拖曳 它改变我们影片播放的顺序 那我们也可以呢 透过简单的剪辑 把你的片段做一个去头去尾 好 那加上字幕的功能 大致上就像这样子 再来呢 您录好之后 它现在所有的专案 所有录好的影片 通通由这个云端来做统一的管理 所以你可以从线上 直接做影片的分享 当然也可以把它做下载的动作 顺序的话呢 是存放在 的云端制服器上 所以你可以透过公开 或者有限制的方式 去设定这个影片的权限 那使用者在观看的时候呢 他可以自由的分据你录制影片的 这个简报页面片段来调整 他所想要看的这个影片的章节 这个对于使用者来讲 相对会比一段长的影片 边看边找来的容易许多 电脑版和网页版仅有很小的功能的差异 它的界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首先比较特殊的是 线上版事实上是有繁体中文的语系 那反而电脑版没有了 其实它之前是有 可是最近的改版就把它移除了 有点可惜 不过你用过线上版之后 再来用电脑版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个操作习惯 再来就是用电脑版 比较大的差异就是 它可以作为一台虚拟摄影机 也就是你可以跟你的 线上会议的系统做结合 把它当作是你的摄影机的画面来源 那另外一个就是电脑版 还有一个叫迷你摇空器的部分 它可以类似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看到你下一个分页 然后你要不要开启你的网路摄影机 要不要把你自中 要不要启用所有的大手模式 都可以在这个小小的控制面板 来操作它 那我们在我们里面 怎么样准备这些简报的页面内容呢 你有以下几个方式可以来操作 第一个就是直接把你的PDF PowerPoint 或者是你的影片图片 直接拖到下方的这个简报区 它就会把这些内容做一个转换 把它转换成图档放进来 当然在使用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 因为呢原本简报里面 如果有超连结或者动画啦 还是转场的这些效果通通都会消失 也就是它是变成一个图片档案的方式进来 好那第二个 当然你就可以像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把我的网页直接透过分享的方式 直接拉到我们里面 这样子呢就可以做一个及时的操控 再来您也可以透过我们上方 在这边有萤幕分享媒体文字GIFI 或者是这边有更多的绘图啦 相机或是你已经在我们上面的这些影片 都可以把它个别的加进来 每个页面就好像我们这样PowerPoint一样 个别的设定 好那你所有曾经用过的媒体 也就是这些内容都会存放在云端 你可以从媒体这个地方就能够找到它 可以重复的使用它 你想要使用来进行线上会议 线上简报 那么你可以在左上角这边呢 按下这个邀请 好那就会产生一个连结 目前官方是没有特别讲说 这个连结它可以存在多久的时间 不过一般来说 其实就跟我们像Google Meet啦 Teams这些会议一样 您建立之后它其实会保留一段时间 因此您可以先把会议连结先建立好 等到开会时间到的时候 大家再一起加入 那交请别人加入的时候呢 这边如果呢 对方没有登录我们的账号 他其实只要输入 他的使用者名称就可以进来 只是呢在这样的状态下 并不会显示对方的这个网路顺情画面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有的话呢就会在画面上这样同步看到 那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叫大手模式 这个呢应该是它算独有的 因为呢我们平常可能会用这个表情符号的方式来做一个你在线上开会的时候的一个情绪反应 但是呢在语论里面你只要比出这些手势 它就会像下面这样 直接在画面上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效果其实还蛮有趣的 可以很及时的去表达你的心情 边你可以看到你的表情 看怎么使用来进行课程录制和影片的剪辑 在开始录制之前 如果说您有需要把网络摄影机出现的大小位置啊 它的样式做一个统一的设定 比较不会因为原本在不同的页面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设定大小或者位置的改变 好那您可以像下面这样子 把这个你想要复制样式的简报页面悬按 然后呢在你要套用简报的这个页面上 按下套用所选投影片的设定 这样就可以把前面的这个设定机的样式复制到这边了 但是呢目前它只能针对一次一个页面 所以如果您有比较多个页面的时候 可能这个动作就要做比较多次 接着呢如果你按下了录制 要特别留意的是 如果你之前已经有测试过如何录制影片 那它预设呢会像我们画面上一样的 会自动把你的影片就留在这边 所以如果你没有把它做一个关闭的动作 按下录制 它会把你新录的这个影片 就放在这一段影片里面的后方 所以呢您可以先确认一下 假设您是要录制新的影片 记得这个XX要关闭 好那就可以录制新影片 它前面在录制按钮上就会有不一样 暴准三秒之后 就会正式开始录影 那录影的过程 我们会像这样 我可能会切换不同的头影片 它会自动依据这些头影片的切换 帮你生成所谓的章节 当然如果您觉得 我这一段讲的比较久 想要自动生成另外一个章节 也可以手动来按下这个加号按钮 这样就可以自动增加一个章节 之后呢 它会将影片上传到文端 接着它就会开启一个叫影片编辑器 那您可以针对每个简报页面 所录制的影片片段去调整它的播放顺序 或者是进行修剪还是删除 这个是相当方便的地方 它把影片剪辑做得蛮容易的 而且因为它是针对影片片段独立录影 因此您在操作这个影片内容的时候 如果说您有某个片段录得不好 我可以直接针对那个片段删除 重新再录制那个片段就好 我们不需要整单影片重新再打掉重录 那这个呢 是针对单一个影片 我们可以借由它的前后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来进行简单的修整 我们的影片分享和你下载的部分 你按下发布之后 它预设就会变成Pubbit 也就是呢 只要拥有这个影片连结的人都可以浏览 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限制 第二个呢 如果你想要把影片下载为MP4 那么它的位置比较隐藏 所以你要先进入到编辑影片里面之后 找到这个三个点点 这里才有下载影片档案 我还是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之前还是会留在旧版本 因为旧版本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这样子荧幕倾斜的效果 事实上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这个也是一般像我用OBS之类的虚拟阵盆 它们比较没有的一种感觉 那这个部分呢 在新版的目前人面 可能网页技术的关系 所以它把这个部分移除了 是觉得还蛮可惜的 那它可以像这样的自由的调整 我们的倾斜的角度 还有这个画面的位置 而且它也会有一个就是 转换的效果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新版 虚拟顺本的使用 所做的分享 欢迎您到我的部落格 和YouTube频道 找到更多的学习资源 我得看到 你畅常说 我许有什么 感谢观看